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占卜学里面呢 动为始变为终 发动的代表开始 那么变咬的地方代表结局 从无火发动化成丑土兄弟 我们从学理的角度来判断 无火一发动的话 他会去冲硬咬的止水 那么基本上呢 这一冲的话可代表的意思就是 您对于V寿险公司的印象一直都不好 那么曾经放弃认止 因为冲是代表散的这种现象 但是呢 目前您的心意已经改变了 因为从挂咬当中的变化看得出来 基本上丑土他会去合硬咬 那么这一合代表说 您目前想前往这一家公司来认职 那么当然原因的话 因为从你无火发动的话 代表此刻是白虎兄弟 他都代表是 您目前的压力非常非常的重 那么压力重的话不仅如此 而且从变咬的角度来看的话 因为变咬的力量 他会去生第五咬的生金子孙 因为生金子孙呢 代表一种谋略 它也代表我们人的思维 代表我们人可能想要追求更高的薪水 追求财力的一种意念 所以从您心意的一个转变 很显然 您想要获得一份高薪资的这种工作 这种意向是很明显的 而且基本上受到的压力很重 那么想要求的高薪水的这种工作的环境 可是你从挂咬当中的变化 本来是冲变成河 看起来似乎您可以前往这家公司来认职 但是你从日程的角度来做判断的话 因为您占卜的日期是丙午日 日程是跟硬咬的地方产生对冲的情况 那么这种情况代表这一家受险公司 获利并不好 而且您前往认职的话 可能您的智慧跟才华跟能力专业的领域 所以没有办法发挥 甚至于业绩不佳 甚至于有薪资被扣的这种挂象的显现 所以日程的一个冲 它也代表一种散 就是离散的现象 所以前往就此的话 不仅不能够发挥您的才华 您的专业的领域 甚至于薪资被扣 甚至于任此不久选取离职的这种现象 所以从整个挂里面 所以我们给您这个挂象来看的话 基本上虽然我们知道您现在即使想要转换您的工作的环境 因为压力真的很大 又想要获得一个高薪资的工作 但是基本上从挂象当中告诉我们 我们建议您不可以前往 因为前往这家公司任职的话 不仅薪水没有办法达到您的这个理想 甚至于您的专业领域没有办法发挥 甚至于做不久你就会再离开这个工作的岗位 所以建议您要以静自动为宜 那么另外我们从您的八字结构里面 我们来做给您提出一个意见 您的八字是新友年、仁臣月、甲子日、丁卯石出生 目前您的大运年是在行乙卫大运 那么我们从大运以及今年的流年丁亥年来做判断的话 基本上在您的这个 八字当中因为太岁的地支 丁亥年的亥会跟您的这个大运地支 位还有包括石柱的地支 这个卯它会形成亥卯为伤核木取 那么从这种核的角度呢 我们可以来做判断 基本上您今年可以代表您家庭的负担非常非常的沉重 也代表您的压力非常非常的大 甚至于代表您容易文令引祸 就是文书契约或者是偏财性的投资 甚至于是属于合伙的事业 或者来自于亲情友情之间 让您破财的几率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今年理财的部分呢要非常非常的留意 另外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判断的话 基本上今年的这个太岁丁亥年 它跟大运的地支位还有包括石柱的地支毛 形成亥卯为伤核木取 那么这一核的话会引动石柱的地支 会来跟黏柱的地方产生一个毛有对冲 这代表一个刀剑对克的情况 那么在这种刀剑对克的情况 黏柱的天干基本上是属于心经 还有包括大运的天干是属于乙木 这种强经以及木的这种交战的话 刀剑对克渐渐透出天干 再再都告诉我们在今年很容易意外雪光之灾 所以今年建请您要特别留意本身的安全 除了理财要留意以外 请您要多留意您的本身的安全 它代表容易突如其来的意外受伤 要记得祈福保平安 以上是我们根据您所占卜的卦象 以及您的八字呢提出这些意见 来供您做参考 一经占卜得知于天地宇宙间 卦谣变化蕴藏着无形的磁场 磁场中包含人的意念、流转 以及冥冥中不可理解的玄秘力量 在哲学领域 亦称这代表万有的力量为神 神造基于动、动必有效 透过医学理论 融合人省二元精神 从卦谣的动变生客窗户中 观察尧间之能量变化消长 便可会神意之先机已断吉凶 透过八字论命 我们可以测知人生的大方向 但对于日常生活中具有急迫性 必须在瞬间立即做出判断的事情 此时运用 葫芦神术生活一经占卜是最迅速、最有效 并且能精准提供您当机立断的智慧 神老师在这里祝福您 身体健康、安乐富贵、吉祥如意